当Dream失去了他最擅长的速通技巧时 他还能成功通关MC吗 这次不信邪的George又回来了 这次呀他选择让Dream化身为鹦鹉 辅助他通关 游戏开始 Dream很快的就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跟之前的视频一样 这次Dream还是无法使用工具 而且如果Dream死亡 那么George的挑战也就宣告失败 事实证明George的选择没有错 比起四处放飞自我的马 眼前这个可以充当侦察兵的鹦鹉 简直不要太合适了 在Dream的帮助下 George很快就来到了矿洞 在矿洞中两人配合默契 一鸟吸引火力 一人在旁捕道 但是好景不长 当Dream看到小动物后 他躁动的灵魂又出现了 再次放飞了自我 We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